适合初学者的国画山水小皮 尺寸是一平尺 用的是马纸卡纸 半生熟 多大的尺寸要对应相应的毛笔 否则画起来比较吃力 我们平时画这么大的尺寸 也就是一平尺左右 用这种狼嚎小铠就行 画之前 你得想好哪些地方重 哪些地方淡 轻易不要蘸墨 蘸一笔墨 一鼓作气画到底 直到画的没有墨色 这样的好处是 过度感自然 你看现在重新蘸了墨 又从这个地方重新发动 有时候 我提前点一点抬点 把这个墨色消耗一下 然后慢慢的又变淡了 你看又开始存藏山石 这个线条 变化又丰富 至于怎样拿笔 无所谓 对于初学者来说 你就把它当作一支铅笔就行 别太讲究 先画起来再说 永远是实践第一位 先大量的画 大部分问题啊 都是在实践中解决的 慢慢的你就悟出来了 当然 有些老师会教给我们一些方法 一些注意事项 这个能理解 当然更好 但是我们大部分人不是没那条件吗 我们大部分人 学习国画的途径 也就是通过这个网络 所以说要想进步 我们两条腿走路 一是大量的看视频 看别的老师怎么画 第二就是大量的实践 另外你说还有什么窍门吗 就没有了 非得再说一个就是买书 买书买书 大量的买书 买适合自己的 还有就是线条 线条想画出力量 很难 书能生巧 你需要大量的实践 而不是刚开始接触过画 就问 我的线条为什么画的不好 我的行为什么不准 这些大问题啊 是靠时间来解决的 好 我们共同进步 我们共同进步 感觉没关系 得到